Hello,大家好,我是大飞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这次进北之行的最后一站,云港石窟 那我背后的这个人有谁认识? 他底下那两个字,给大家联清一遍 谁认识这两个字? 不给大家兜圈子了啊 这个人呢,是云港石窟的地造者 北魏历史上著名的僧人,叫谭耀 他具体出生年月以及原济的年月日呢,不祥 然后可以确定的是,我背后的这个云港石窟呢 是他一手缔造的 那么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给大家一起游览一下云港石窟 在我们山西的关外啊,到处都能看到一些民族融合的印记 比如说印县的那座木塔 北越横山脚下的玄空寺 还有我现在所在的古都大同的云港石窟 游览云港石窟啊,就必须得对北魏王朝这段历史有一个简单的认知 为什么要叫北魏呢? 因为他只是统治了,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地区 就跟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一样,只是统一了北方 由北魏以及北魏后来分裂成的西魏东魏北周北齐 这五个王朝组成的中国 中国北朝啊,是我们中华文明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 基本上是既汉开唐,成前起后 而且这个王朝呢,又是在融合中发展 因为它是所有少数民族中汉化最彻底的一个 基本上是从头到脚,从宗庙到平民,全面汉化 所以这个王朝呢,北魏这个王朝呢,也是曾经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化 由拓拔鲜卑创建的中国北朝啊,与中国南朝的汉族政权南北对峙 统治北中国将近一个半世纪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啊,在我们看来啊 由中国南朝的汉人政权啊,基本上代表的是正统啊 对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中国是有石窟文化嘛 北魏政权从迁都大同到定都洛阳啊 基本上是它最辉煌的时期了 同时呢,大同的永港石窟,还有洛阳的龙猛石窟 这两大石窟呢,也是应用而成成为了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巅峰 两大瑰宝 这个永港石窟啊,就是北魏政权迁都大同之后的整部历史 它基本上是一整座山的雕塑 把拓拔鲜卑这个家族的发展盛衰雕刻刻在了这悬崖峭壁之上 每一个洞窟啊,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 你只有仔细的去品尝才能真正的感受到永港石窟的价值所在 接下来呢,就由大肥带领大家去参观一下洞窟里那一座座栩栩如生的佛像 大肥现在背后啊,是整个这个永港石窟的一个代表佛像 这个佛像呢,我们在这个小学的一些课本教材当中啊 或者是一些永港石窟的宣传的这些图片 在影像当中呢,很常见的一个佛像 那这个佛像呢,就是整个永港石窟第一期建造的一个佛像啊 我把摄像翻转一下,让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整个这个永港石窟呢,它是分三个三期工程 那一期工程呢,有五座这样的大佛 有五座这样的大佛 它的一个原始形态呢 它是按照这个当时北魏的五个执政者的原始模样 去造的这么一些佛像 看到没有 而这种佛像的这种造型形态呢 它是原始的,很原始的这种 是吗 很原始的印度传入中国的这种佛像的这种形态 也就是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它的佛像就是保持这么一种形态 只不过是到了中国以后呢 中国在刻画它的时候 刻画的这个形象更为高大 其他都没有什么区别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你在参观这个乐山大佛 或者是这些比较全国比较知名的这种石窟的时候 石窟或者是这种世外的大佛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佛像它有一个共同点啊 什么样的共同点呢 它都是以这个看上去都是像这个希腊神话当中的 这种希腊神像的这种造型的 包括它的这种形态 还有着装呀 都是有点希腊文化的色彩 但是呢 导游会给你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说 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啊 在中国文化西方的一些文化的之后的一个产物 这个是完全不正确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大家知道啊 佛像在印度 佛教刚刚创立的时候 印度是没有佛像的啊 为什么没有佛像呢 因为本来 在释迦摩尼创立这个佛教的时候啊 他就是为了反对这个印度的一个本教 叫佛罗蒙教的影响之下的这种种姓制度 而衍生的这么一个佛教 所以说释迦摩尼在世的时候啊 他是很反对这个 他的弟子进行偶像崇拜的 所以说不允许给他立像 所以说释迦摩尼创造佛教啊 他是对整个印度的佛罗蒙教的各种方面的一个反对 而同样在释迦摩尼逝世之后啊 元祭之后的六百年里 印度啊就没有出现过一宗佛像 而这个佛像后来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佛像啊 就是在希腊短暂的占领过这个中亚那段时间之内呢 他希腊文化跟这个中亚文化的一种碰撞 产生的这么一个产物 也就是说第一宗这个佛像啊 是由希腊人创造出来的 而不是印度人 明白了吧 然后直至传入中国以后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整个这个佛教的形态呢 在中国那段 第一次达到巅峰的那段时间呢 他整个形态是没有变过的 所以说直到现在啊 好多这个这些佛像啊 他的基本造型上面呢 都带有浓厚的这种希腊文化的色彩 包括大家看到那儿那儿有个 就是为了支撑这个整个这个大佛的一个承重处 看到没有我手指指的方向 就这个柱子 他有明显的这个希腊文化的色彩在里面 大家平常看到罗马杜柱是不是就这样子 对吧 所以说呀 这个可不是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以后 中国吸收这个西方文化所产生的一个产物 这是印度佛像 坏句话说 这是世界上第一宗佛像就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说传到中国以后也是这样的状态 他中间一些细节他有改变过 但是整体的佛像造型呀 包括他的着装呀 包括他的形态呀 都是没有变过的 啊 永岗石库的这个 这个一七宫城里面的这些佛像的这个 嗯 身形呀 他还跟传统的这种佛像稍微有点变化 他更接近东方人 说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虽然说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非常伟大啊 呃 他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呢 他吸收了各民族的一些民族文化 还有各地方的一些地方文化在这里头 啊 也算是几百家事所长了吧 但是呢 确实这个 呃 佛像希腊化的这个 呃 特征呢 它是跟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关系的 呃 还有一点就是 我讲了整个佛像的衍生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其实 现在咱们对这个佛像的崇拜呢 其实完全违背了这个 释迦摩尼的这个 自己的一个心愿 一个意愿 文化所在这个位置呢 嗯 就是整个勇敢石窟的第二起工程 它的 这个 呃 很明显啊 很明显就是外头有一层 这个 呃 一个保护性的建筑啊 这几个洞空呢 就是它的二起工程 这个二起工程呀 呃 它跟一起工程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区别在于哪里呢 它的二起工程所有的这个造像呀 还有里面的一些细节刻画呀 都展示着当时候北魏政权 跟呃 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一些 融合的一个社会现象啊 它里面对西域文化提及的呢 非常非常多 包括一些里面的一些造像人物呀 更为活泼 活泼了 然后呃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佛像形态 甚至于有翩翩起舞的这种佛像形态 还有这种呃 面带笑容的这种佛像形态 这跟咱们平常所能看到的这种佛像 它是不一样的 佛像呀 在创立之初 它的基本造型呢 就比比较啊 威严 比较稳重的这么一个造型 但是在这些库里头 大家可以抬头也看一下啊 无论从色彩呀 无论从这个 这个佛像的造型呀 它都是非常多样的啊 各种各样的 在这一时期 二期工程所建造的这个佛像呢 整体来讲是比较活泼的 除了一个呃 这个大殿里面的这些主神像 主佛像 也是比较大的这种佛像呢 还有若干这种小的这种佛像呢 它表情各异 然后呢 呃 各种各样的造型 啊 刚才我在跟全哥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讨论什么呢 它说是这种文化的 它是一个呃 民俗化以后的产物 就是整个二期工程这种呃 造型呢 它是民俗 佛教民俗化以后的产物 我认为呢 它是一个跟 西方少数民族之间融合 融合之下的一个产物 包括里面呀 还有一些 一些跟 传统的汉文化相结合 之后的一些产物 啊 里面有一些 呃 中国的仿木的这种建筑呀 那大家都是 都是石刻的啊 但是有仿木的这种建筑呀 呃 还有这种呃 斗拱的这种造型啊 啊 所以说整个二期工程跟一期工程 它的这个呃 风格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说风格迥异吧 那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整个云港石库的三期工程 这个三期工程啊 它相比较这个一期跟二期啊 给我的感觉 无论从这个制作工艺啊 还有这个呃 佛像的这个具体形态 细节刻画 还有整个三期工程的规模来讲 要比前两期要逊色一点 什么原因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 这是只是给我的一种感觉啊 呃三期工程也是非常壮观的啊 整个三期工程面最大的一个洞窟啊 它是把整座山体给掏空以后 里面凿了这么几种大佛像 非常壮观啊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先进去看一圈 三期工程啊 也是在三个工程当中啊 它的呃 破坏是最为严重的一期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在远处的山上啊 有一段长城 有长城的地方呢 肯定是边防要塞 而大同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呢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呃 战争很频发的一个地方啊 无论从呃 宋辽来讲 还是从这个北魏那个年代来讲 它都是中原文化跟呃 这个北方的游牧游牧文化激烈碰撞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说它战争非常频发 所以说这里被战争破坏的也是比较厉害啊 然后呢 就是其他的人为因素 还有这个一些自然因素 破坏的都比较厉害 大家看一下啊 从这个窟开始啊 就是我刚才拍的那个 比较完整的那个佛像的那个 窟开始呢 然后再往西走 这边这些所有的窟呢 都是呃 小明迪迁都洛阳以后呢 然后由民间出资开走的 这么一些洞窟 这些洞窟呢 它虽然没有这个呃 官方的或者是皇家的这种洞窟雄伟壮观 但是呢 它的艺术方面的价值呢 还是非常高的 呃 做工呢 也比较细致 能充分体现出北魏那个年代的一些雕刻风格 大大小小上百个窟啊 包括那边 就是所有的这些民间窟当中呢 呃 保存的算比较完整的一个窟啊 里头的佛像呢 也是比较多的 呃 这个窟呢 就是很明显的 它就是被风化比较严重的这些窟啊 因为大同这个地方呢 它的地质结构呢 呃 这些岩石的结构呢 主要以沙岩为重 所以说啊 常年经过雨水的浸泡呢 然后 风化的就比较厉害啊 大家看一下 到处都有风化的痕迹 包括这个佛神 看到没有 风化的相当厉害 虽然说啊 从辽代开始啊 各朝各代 一直到明代 各朝各代对这个 整个永广石窟都有保护啊 除了明代 然后呢 清代也有保护 但是呢 它破坏的还是相当严重 因为这种天然灾啊 呃 很多人都是没办法避免的 但是你像这种情况啊 这种情况就是 最左边的这个窟 头部那个位置呢 就被挤刷刷的给去掉 这个头呢 呃 据估计呢 它是 因为永广石窟里啊 有很多这样的就是 呃 无头佛像 这种无头佛像的头部呢 呃 我估计呃 呃 要么就是被破坏了 要么就是流往海外 呃 因为有很多 大家来过了永广石窟的呢 就会发现 呃 这种无头佛像呢 非常多 呃 就不禁让我们感叹啊 这么好的东西 呃 虽然留下来的这部分呢 很多也很精彩 但是呢 比较遗憾的是 很多已经被破坏的 已经不成样子 啊 经过自然灾害的破坏啊 这个咱们没办法避免 包括这个 你看这个 风化 这个风化 这个是整个永广石窟的一个普遍现象 呃 但是人为的这些因素啊 是我们 倍感遗憾 那今天呢 有关永广石窟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 我是大飞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